至于今天的确诊个案 就由马晴晴报导 进入监察病房之后 初步确诊 同房价6个病人要检疫 64岁阿伯心脏问题 入伊丽莎白医院 白血球偏低 转到监察病房再初步确诊 原本病房价8个病人要检疫 同样是心脏问题入院的71岁阿婆 没有发烧 初步确诊 没有接触者 名外医院4岁的男生 星期三发烧 呕 入监察病房之后初步确诊 医护人员保护疮备不够要检疫 有大量隐形病人 所以同事很小心去把关 但其实都很难避免 一些没有明显病症的病人 是会进入普通科病房 所以为免我们没有病症的病人 送入院后引起院内感染 所以我们其实都开始进一步 加强入院拆查的措施 本地各个群组都有新个案 新城电台累计六人确诊 一人初步确诊 有人访问时无戴口罩 上水逃房多五人感染 累计七人确诊 三人初步确诊 新增的有西盈盘明爱因趣远 一个照顾员初步确诊 有先电视记者 马晴晴报道 医管局会用亚洲博览馆 作社区治疗设施 最快星期六启用 会安排18至60岁 病情较轻微的心灵肺炎病人入住 就是轻易捕图 亚博一号展馆收集是18至60岁 病情较轻微的病人 会开设500张病床 有药房、抽血、X光机等设备 医医人员会根据病人的情况 分三级去处理 没有病征、没有发烧的第一级病人 会留在亚博观察72小时 没有大外就可以转送去里园门度假村隔离 有轻微病征的第二级病人 会留在亚博观察 情况最严重 包括有肺炎 需要吸氧气的第三级病人 就要第一时间转送去医院 一号管会设置两个公共空间 31个厕所 和5个流动沐浴室 基于感染控制 有些事情我们未必可以做到 例如我可否给报纸、杂志 他在看或者给机器 这件事真的抱怯 医管局又说 已经做好感染控制措施 医护人员绝对不会用病人洗手间的设施 我们应该不会有交叉感染的机会 我们都有一些通道 我们在巡视的时候已经规划了出来 我们医护人员上班、下班的流程 我们有自己的通道 他说阿博管不可以做到 好像附压病房那样 每个小时换气12次 但以每人每秒接受的空气量计 都仍是符合世卫要求 又说会有14个医生 确保全日有至少9个人当值 医管局也正研究改建2号展馆 提供多些床位 如果病人两次检测情阴性 也没有病征 或者检测有抗体就可以出院 有线电视机就是一只轻易报道